今天我們有位嘉賓要跟你聊聊天 因為現時我們發覺樓市是暢旺 大家都明白 在今個星期較早時間 公佈多倫多地區的樓房數字 無論銷售數字或者屋價都不斷上升 更加很多人是喜歡買鎮屋 但是鎮屋的設計亦都有些新的趨勢 亦都有一些新的趨勢 或者不是新的用料 應該是另外一種用料 都要問一些專業人士 我們要 今個星期我們有個現場直播 在我們電台附近 香格里拉宴會廳進行 當中主辦者在電話線旁邊 有REMAX精英樓發團隊的Ringo 早安Ringo 早安Ringo 一向你介紹的樓盤或者鎮屋 以前我們聽過多 就算我們見到的鎮屋一般都是用木造的 但今次我們發覺 你所說的樓盤Lawrence Hill 挺特別的 他是用碩屎做的 究竟用碩屎建屋呢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首先就說為什麼發展生要用碩屎建 其實用碩屎來建屋 在溫哥華已經是常態來的了 第一就是可能溫哥華的居民 對那個住的要求比較高 第二就是說 其實碩屎的好處是說 它聲音會隔得很好 就是大家如果有住鎮屋 還有住我們平均普通的獨立屋 或者普通的鎮屋 都知道其實如果用木造的話 那個鎮屎其實都真的差一點點的 尤其如果像我一樣有小朋友的話 鎮屎就肯定要很重要了 另外一件事 為什麼要用碩屎做呢 就是說 長遠來計算 碩屎令到管理費就會越來越低 即是不會低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防火會好很多 不只說有木木的話 如果一上火就整間燒光了 所以長遠來計算 建屋雖然會低很多了 甚至可能燒隔壁的屋子 但是碩屎就好像一個防火的隔火設施了 這次你說Lawrence Hill 我想林峰最大的問題 讓你問 我想知道位置在哪裏 因為位置來講 經常都聽人家說的 樓盤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對的 你問得對的 因為始終我們買房地產 始終都是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這次的樓盤位置 真的差不多在多不多的中心點 就是在Lawrence和404 Victoria Park和Lawrence 真的去當Ferry Parkway 其實只是一分鐘的時間而已 很方便 非常方便 一分鐘的時間去當Ferry Parkway 而且買房除了location之外 我想有很多朋友 尤其是鎮屋 他們就不知道 有些鎮屋要給管理費 有些甚至說管理費都好像比較高 但有些又不用管理費 究竟這次Lawrence Hill是屬於哪一種 其實基本上現在有95%的鎮屋 都是要給管理費的 因為我們現在的道路越來越窄 所以一定要有產雪費 Garbage Rooble Bee 就是賭垃圾的費用 所以全部鎮屋都肯定會有管理費 這次樓盤的管理費 就是under 200元而已 基本上有95%的鎮屋營都是under 200元 剛才你也說了 因為用料的問題 亦都令到管理費的價格 可以下降到 就不用捱這麼貴的管理費 其實Wingo 我知道除了你有包租服務之外 這次樓盤還有什麼特別優惠 我們有機會 我怕發展商會說 有機會可能會給大家一些裝潢的優惠 看看他們是自主還是投資 也會幫他們免費留花轉讓 諸如此類 最重要是這個星期日 大家不要聽錯 不是星期六 是星期日來香港鎮屋營會聽問我 我們到時才會再說優惠 沒錯 當然去到香港鎮屋營會廳 今天星期日 時間是12點至4點 除了會有現場直播之外 Wingo的精英樓發團隊 所有同事都會即場為你推介這個樓盤 甚至有什麼秘密的好丟 或者最新的好丟 當日就會說 不過我知道有很多聽眾 等不到的 他說星期日才跟你簽約 太遲了 他想今天拿多一點資料 或者甚至說 我現在真的很想立刻買個單位 可以怎樣聯絡到你 如果大家想聯絡我 就記得打電話給我 我的電話是647-766-9210 對 到於766-9210 沒錯 647-766-9210 647-766-9210 你可以現在打電話給Ringo 問多一點詳情 或者最重要是 星期日到50號 Essner Park Drive的香格里拉營會廳 到時團隊會即場為你推介 整個樓盤的好處 以及即場簽約都可以 今天謝謝VMAX精英樓花團隊的Ringo 大家記住 星期日到十四階 Essner Park的香格里拉營會廳 找他們 謝謝Ringo 你好 好的 好 beh